一口气看完哈萨克韩国391年历史 1456年 朱斥后裔克列汉率部脱离白杖韩国 开始了数千公里东迁 在巴尔喀什湖以南放牧 逐步形成了哈萨克民族 1468年 白杖韩国率军东征 阿布海尔汉在战场上病死 克列汉趁机举兵回宫 一众哈萨克族人纷纷投奔 西班尼无奈逃到天穆尔韩国的土耳克斯坦 1470年冬天 继续率军追击 攻占托尔克斯坦城和萨乌兰城 西班尼败逃布哈拉 哈萨克韩国的领土急速扩张 1511年 哈斯穆汉即位 国力达到鼎盛 人口升至100万 西班尼重新崛起后不断袭扰边境 哈斯穆汉率军将其击败 并制定哈斯穆法典 1523年 哈斯穆去世 汉国内部发生夺位之争 而自马马什继位后遭到暗杀 哈斯穆汉堂帝塔赫尔上位 他昏庸无道 使韩国走向分裂 诸部落各聚一方 1524年 北远达严汉挤压贵拉特部 无奈被迫西迁 开始了与哈萨克长达200年的战争 1525年 联合吉利吉斯打败叶尔强韩国的赛德汉 1538年 哈斯穆汉之子哈克纳扎尔上位 结束了长达10年的分裂局面 使哈萨克汉国一度中兴 1568年 在恩巴河滨击败诺改韩国 1572年 北远按达汉太切进皇台籍 在岁叶城打败阿克萨尔汉 不少女人和孩子被掳作奴隶 可汉的正妻和侧妻也被抢走 1583年 塔乌凯勒汉上位 哈萨克汉国在中亚的影响力达到顶峰 1598年 塔乌凯勒汉兵临布哈拉 对方前史一和 一大批土地并入哈萨克汉国 1628年 俄斯穆汉去世 儿子杨吉尔汉上位 蒙古准嘎尔布迅速崛起 哈萨克汉国经常遭到辱侵 与布哈拉汉及伊尔强汉 组成联军组党 1652年 杨吉尔汉在战争中阵亡 韩国内有势力的王爷 又开始各霸一方 导致政权再次四分五裂 1680年 头科汉即位 汉王的权力和地位得到提高 哈萨克汉国再次实现统一 1718年 头科汉去世 内部又开始了夺权之争 准嘎尔布趁机大举入侵 哈萨克汉国死伤惨重 大玉兹和中玉兹全部丢失 韩国开始进入大灾难时期 1723年 准嘎尔大军袭击塔拉斯和刘裕 到处烧杀抢掠 1724年 一批长老和苏丹签订臣辅俄国 对方开始在哈萨克草原 到处修筑要塞 但又不派兵对抗准嘎尔军队 1725年 希尔和刘裕遭到袭击 攻占了哈萨克汉国的 统治中心托尔克斯坦城 百姓流离失所 大灾难遭遇了整整五年之久 1731年 小玉兹成为俄国的保护国 不断有部落被彼得大地占领 1735年8月 俄国在小玉兹建立大量堡垒 开始图谋武力进攻中亚 1738年 阿布勒海尔汉二次宣誓效忠沙俄 小玉兹被俄国正式兼并 1743年 哈萨克人抢劫俄国边境村庄 草原上的要塞也让牧民难以忍受 1744年 哈萨克军队入侵俄国 抢劫了一支伤队 托尔呼特人被俄国煽动削弱哈萨克人 俄国的一系列手段 让哈萨克韩国内部矛盾不断 韩国持续分裂 1755年到1757年 清朝平定准达尔布 哈萨克韩国终于得到了喘息的机会 阿布勒汉也趁机向乾隆皇帝纳贡 确定了藩鼠关系 1792年 俄国入侵中玉兹 迅速成为其殖民地 1801年 阿布勒海尔汉之孙波凯同样宣誓附属俄罗斯帝国 1834年 草场爆发起义 沙俄趁机接替管理 废除了汉政权和所有救治 哈萨克韩国就此灭亡